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Exo北京休敏千三位成员 向SM提出专属合约终止的事件 在韩国翻圈闹得非常大 而一开始因为SM之前也有过HOT同胀星一等的奴隶合约争议 所以韩国网友们的风向几乎是一面倒的大骂SM 但是在6月5号SM宣布会公开结算明细后 韩网的风向突然开始有了改变 而因为风向变化太大 甚至也有网友怀疑是不是SM娱乐放了水晶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我们快速看一下重点 6月1号北京休敏千三位成员通过法律代理 向SM娱乐提出了专属合约终止 并在6月4号向公平交易委员会提起了诉讼 主要语言是 SM强迫成员们签订了不公平的合约 并没有正确的结算导致信任关系破裂 一开始SM娱乐反驳 结算资料随时可以查阅 但代理人却以其他目的要求提供副本 并以此为理由要求终止合约 有外部实力接近所属一人 传递虚假信息或错误的法律评估 建议他们忠质于SM的专属合约 与他们签订合约 但是那家经济公司马上反驳 从未与成员们对任何专属合约进行讨论或发表意见 而三位成员的法律代理人 对于SM所谓的外部实力也表示 Packensure明前是可以自己思考 自己决定并负责任的成人 透过与家人朋友乐团前后辈们的沟通后 才会对SM不提供结算明细副本感到不当 总之这时候为止 因为SM之前就有过几次农历合约争议 所以韩网大部分都是一面倒的姻缘三位成员 但是有持续关注韩国论团的网友们应该发现到 在6月5号 SM发表声明表示 会提供结算资料 网上也出现 SM的员工在匿名上班族论坛 大骂了三位成员之后 支持SM的风向突然变得非常强 因为真的变化太大 甚至有人怀疑 是不是SM原来放了水局 但同时也有为同胞星级的粉丝上传的 不要相信SM的贴文 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支持 这位自称是同胞星级粉丝的网友表示 跟我们那个时候完全一样 那个时候也是说 是透过五次的修改签订的序约 是因为化妆品失业导致的 公司提供了进口高级车等来吵话题 真的让人很厌烦 现在已经操作水局伪造观看次数 在所有论团吵风向 甚至还有卡卡尔在其中 应该会更严重的扣伤叛徒的标签 粉丝们要记住 SM资金多又险恶 况且已经有过多次相同的事情 不要被风向带动 粉丝团分裂的话 受害的只有Exo跟粉丝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几天 有关三位成员的新闻底下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现在这情况 跟之前背叛的中国成员有什么差别 他们主张专属合约7年 加上海外行程等原因 签了18年以上的奴隶合约 说实话 Exo等级的艺人又不是第一次签约 续约的时候签奴隶合约 甚至Pekin是Solo专辑首周销售量就破百万的人 就直接说是想要赚更多的钱 所以才要出去的吧 我是SM长久的家族粉丝 孩子们赚很多钱不是最重要的 现在也有很多艺人 因为合约在进行杀人办的行程而痛苦 虽然是本人自己选择的工作 但是SM的合约真的很苛刻 现在在论坛 那些迫不及待想要抹黑的黑粉 拿从这里那里听到的谣言 假装是路人来黑而已 真正的路人对这件事情一点关心都没有 根本就是对组合一点关心都没有的独尾们在炒风向而已 签Beksy真的是太连列组合了 提友的专辑也要被延迟了 都这样了 还在假装是为了组合着想 真的很恶心 一直说是奴隶合约 还以为是SM在续约的时候 再合约动了手脚 明明就是余力士一起修改后签约了 而且还说会提供结算明细 为什么还要提起诉讼 真的好神奇 大家为什么都这么生气的要成员们离开呢 其他成员们都不觉得怎么样啊 如果成员们之间感情不好的话 签强调争议的时候就让他们离开了 真搞不懂这么多人 像是SM附身了一样在发火 虽然我不太理解整个世界 但是成员们说想要守住Exo 我就这样相信了 这个怎么看都是签Beksy为了钱 背叛了其他成员们 而且是在回归之前 所以粉丝们感受到更大的背叛感 为什么要把责任推到SM身上 Exo粉丝们都不知道遭到了多少风雨 生下的都是铁粉 我虽然也是那样 大家只是不留言而已 都非常坚信Exo 不相信SM 这些假装是粉丝的留言 都想成是SM的水晶就好了 艾莉们都承受坚持了多少艰难 那些留言绝对不可能是艾莉 虽然不知道这事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而且真相也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但是对于经历了HOT合约问题 希望全员离开SM 到同胞心里奴隶合约争议的我来说 真的是很难相信SM主张的这一切 所以对于Pekken Show明前与SM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感谢 我感谢 就在了心里出断了 那年pod胞心里出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